直接用感应的就可以让它完成了呢 非常感谢我们的松山文创园区 2023元创基地节共享变态正式启动 台北市文化局副局长陈玉兴 与松山文创园区总监陈玉秀等人 透过智能演进虚实互动 为2023年原创基地节创意揭幕 这项从2012年开始的年度大型策展活动 到目前为止已经累积展出超过100件作品 今年不但以古迹圆拱门为灵感 重新设计品牌视觉识别 还首度邀请国际级艺术家参与创作 将有台日印尼三国共九组艺术家进行现地创作 包括我们整个内容面重新更聚焦在 松山烟厂的一个场域精神 那还有所谓的在地永续知识学 那还有永续生态这三个面向 那同时呢我们今年也邀请了方旭中设计师 帮我们全新设计原创记忆节的视觉识别系统 那也这个视觉的设计也重现 昭和14年1937年的 烟厂的远古迹的那个拱门的设计图像 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特别也邀请了国际的艺术家 这也是首次 所以我们这次会有共有九位 来自印尼日本跟台湾的艺术家 共创实践的户外的现地艺术创作 艺术家以松烟历史场域作为发想呈现园区的多重样貌 像这一酱作品乐园就透过三面音架 集聚通透性的11幅画作 与巴洛克花园相互回应 10月15号还将与小市制作合作加入舞蹈演出 然后这个帆布跟音架它都是比较可以透光 比较有穿透性的 那它也可以跟这个花园的景色可以融合在一起 就变成一幅画这样 艺术家詹乔军则在户外庭园景观时 以树枝等材料加入国产银河上的图像元素 呈现日治时期的身份 并回溯松山烟厂当时对国家经济的定位 我将这些影像重新组合 然后用方式去呈现 那所以前面也可以看到有船体跟后面的山 我试图用这样的方式去创造出一个 这个山水中的山水的感觉 风吹过风车随即会产生当当声 由印尼艺术家阿兰·萨普托托 在松烟石农教育园区 与当地新能力里民联合创作的十组风车 希望透过艺术回应都市农民的农作生活 核心展区松烟厂则是回探过往昭和14年的 松山烟草工厂最初建筑图和水郡分布等历史文物展示 再到重启成为松山文化园区后的各项成果呈现 824年的时空垮度 让文化局副局长陈于心相当感动 特别是从影片中很难想象过去的松山烟厂转身变成现在的样貌 其实这当中是非常多人的延续跟传承 那才让今天的松烟的园区有不同的面貌 那除了要兼顾过去的整个历史脉络之外 其实也有非常多创意跟创新的地方 庆祝松山烟厂84周年 10月10号国庆日也将举办84岁松烟厂庆万岁宴活动 邀请超过200位烟厂老员工回娘家 松山烟厂过去今年到至今是84年 整个的文史脉络 我们也邀请了老员工 会在10月10号举办厂庆回娘家 目前我们有超过200位的员工 最高097岁 10月6号到10月15号展期期间 除了户外展区开放到晚间11点 10月7号、10月8号两天 特别响应2023年白昼之夜 园区不但24小时开放 更推出多场星光限定活动 4月底前还将提供智慧眼镜互动师导览应用 让民众透过智慧眼镜游览松烟各景点 深入体验84岁松烟的美好风华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